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群 今天呢,我们玩的扭蛋机都是拥抱光之美少女的 那这个呢,是蔚来水晶的项链 是他们变身的道具 头三枚硬币 黄色的扭蛋 然后是蔚来水晶行照的盒子 里面还装了一些小饰品 头两枚硬币 叼起来了,是一个粉色的盒子 第三个扭蛋是小房子 每一个房子呢,都有不同的主题 头三枚硬币 我们拿到了黄色的房子 第四个扭蛋机也是变身的蔚来水晶还有道具 会拿到什么呢 是一个红色的扭蛋 好了,最后一个是蔚来水晶造型的戒指 还会发光哦 同样是两枚硬币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粉色的盒子 它是哪一个美少女的呢 大家猜猜看 里面有一张扭蛋纸 哇哦,这是贺彩天使的 还有水钻 这里面的小饰品是一枚戒指 看看扭蛋纸,其他的盒子 红色这个是友谊天使的,也是戒指 黄色的是星辰天使的,是一个发卡 紫色的是爱情天使的,也是发卡 蓝色的是安琪天使的,是一个发带 那我们一起来装饰一下戒指 两边是贴心形的 那中间呢,大家也可以放橙色的 然后再把纸环装上去 戴在手上看看 你们觉得好看吗 然后再来装饰一下这个盒子 那这个盒子我们就可以用来装喜爱的首饰了 非常的漂亮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黄色的房子 又会是谁的呢 看起来很像一个化妆盒呢 这里面有房间的配件 扭蛋纸 还夹了一张贴纸 这个房间是一个卧室 我们看还有哪些主题呢 有贺彩天使的,是公园的主题 有翘翘板呢 安琪天使的是一个浴室 我们拿到的是新陈天使的 橙色的是小婴儿爆炭的 是他玩耍的房间 先把新陈天使的小人偶拼起来 他变身之后就是长长的黄色头发 上面还点缀了五角星 头上戴着一顿小帽子 还有新型的贴纸 是贴在凳子上的 这个就是他睡觉的床了 非常温馨可爱的小床 还有一个装饰的五角星 那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插在房子的后面 这样房子才可以立起来 我们把小配件放到房间里面 睡不着呢 起来看会儿书 再看第三个戒指扭蛋 装了哪一枚戒指呢 哇哦,是红色的 友谊天使的 看看其他颜色的戒指 一共有十个种类 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蔚来水晶 这是戒指上的新型贴纸 这上面的蔚来水晶是胭脂红 好的,打开开关 关掉灯之后 可以看到他发出的是红色的光 非常大的一枚戒指呢 我们也戴在手上看看 再拆第四个扭蛋 是友谊天使和爱情天使的变身道具 我们拿到的是友谊天使的 同样看看扭蛋纸 上面两个是变身用的蔚来水晶 下面两个可以变身成其他的职业 它们都可以放在双子爱心吉他上面用 我们看到背部有一个连接的部位 它可以让友谊天使变成记者 那这个绳子拆开就可以取下来了 这样子也可以当一个小挂链 它和这个戒指中间的图案也是一样的 好了 到最后一个扭蛋了 也是它们变身的道具 诶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透明的盒子 那先看看扭蛋纸 有双子爱心吉他 和紫罗兰胭脂红的变身水晶 还有光之星和蔚来水晶 好可惜都没有拿到 那我们拿到的是透明的水晶盒 看看这个是哪一个美少女的呢 还是前面的蝴蝶结 哦 又是友谊天使的 它和爱情天使组成了一个歌唱的组合 这里面还可以装一些小首饰 也可以当一个挂链呢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拥抱光之美少女的扭蛋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 好看哦 好了 好看哦 好看哦